中国湖北武汉的火车站放眼望去票口人潮挤得满满满 6号春节返乡高峰期却遇上15年来最强雨雪冰冻天气 光武汉市就至少有上百列车停驶或误点 多区车站都有大批旅客滞留 铁路员工除雪抢开通而想开车返乡也是难上加难 车辆因积雪卡在高速公路上有人干脆现场凿冰通路 专民旅客说过往六个小时的返乡路今年竟花了超过24小时 卡在车流没水没食物附近居民协助发泡面开水救急 而山区积雪更夸张暴雪压毁树木堵住道路 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近期持续降雪地区 除了湖北 湖南 江苏 山东 河南 安徽水与加雪的情况也很严重 安徽电缆线洞城冰棒或被雪压垮影响部分地区用电 安徽和湖北降雪最多的地方出现20公分以上的积雪 更往北的山西部分高速公路也关闭 而坏消息是中央气象台预报7号相同地方冰冻天气 还会持续 明师兄联心综合报道